清朝有着这样一个职位 它权责不明 管理不严 各方势力鱼龙混杂 直接成为滋养 饕餮之徒的完美温床 这个职位就是道台 道台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官职 它源起于何时 为什么说道台是最容易养出 贪官污吏的地方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道台 又称道源 是清朝的一个特殊的官职 但若追根溯源 其实早在明朝就出现过这个职位 再继续细旧 则要从唐朝讲起了 唐朝初年 天下歌局 战乱始终 百废待兴 百姓饱经离乱之苦 尽于水火之中 时势久空 人口锐减 周险俱增 称一派混杂之态 为了方便管理 中央重新进行了行政区化的设定 在周县之上又将天下分了十道 成为一种新的监察区 此后 道的数量不断增多 至唐瑞宗达到巅峰时期 足有二十三道之数 宋朝改道为路 虽名字不同 但意义是相通的 到了元朝 创立了行省制 省成为一级行政区化 下设各道 道又统辖着路 秩序井然 明朝又系统分为 不正分私道 与按查分私道 各司其职 又因为明代的辖区较大 事物繁杂 难以处理 于是就进一步进行了细化 而道元这一官职 就起源于这里 在不正私下 中央又增设了参政与参议 用来分管各道的财政税收 称为分手道 在按查私下 中央增设副使与谦使 用来分管各道的刑御司法 称为分寻道 而天下和久必分 分久必合 政权的更迭 必然会带来制度的改变 明朝衰亡后 战火四起 直到清兵入关 少数民族问鼎中原 但权力是把双刃剑 机遇的到来 必然裹挟着危机 坐上了皇帝的位置 就要担负起相应的责任 如何管理这偌大的国家 就成为摆在面前的一个难题 曾经的蛮猛人 自有一套管理方式 可如今来到广袤的中原地区 庞大的人口自然无法适用 于是 大清朝许多政治制度 直接研习明朝 其中就包括我们今天所讲的倒台 此前 布政史和岸查史 所辖区域较大 事务繁重 而明朝时的分手道与分寻道 只是作为助手来辅佐 布政史与岸查史 只能分担一定的工作 无法有效减轻他们的负担 而乾隆登基后 看到这一制度的弊端 于是就将参政 牵士等分手道与分寻道 从助手的位置分离出来 成为倒台这样一个独立的官职 他将这些倒台分排去各省的若干道上 负责一个或多个道 这样不仅减轻了布政史与岸查史的负担 还有助于监督这些官员 还能削弱其权力 加强中央集权 一举两得 就这样 历经漫长的时代变迁 倒台这一官职 终于在清朝正式建立 倒台的形成历史已然明了 但其职责仍然让我们觉得一头雾水 为何说无人能说清 倒台究竟是干什么的呢 首先 我们要明确 在清朝有两种不同的含义 第一种是从唐朝流传而下的行政区划分 与省 府 县等含义类似 比如山东几东 太武林道 济宁道 福建兴泉永道 陕西同商道等等 第二种便是不同领域事物的统称 各省中不同的领域分为不同的道 比如和盐相关的道 就叫做盐道 负责管理盐的交易 运输 采集等等事项 与之类似的 还有负责与粮食相关的粮道 负责与核物相关的核道 负责民事 民生的分手道 负责监察官员的分寻道等等 而道台就分别掌管着这些不同的道 相当于一个专员 将原本繁多复杂的责任具体化 更便于管理 如果有地方官员要向上级汇报事务 就要先将事务分类 归属到一个具体的道上 然后将文书交由该道的道台 经过道台的审核之后 这些事务才能继续递送到上级长官手中 所以 道台这个职位 又相当于地方政府与上级沟通的一个枢纽 将权力下移 而又未完全分散 还能够减轻核心官员的负担 同时道台不仅仅只起到统筹与沟通的作用 还要负责政策的执行 中央将相应领域的政策颁布下来 各省就要推行 一个政策的推行 只靠上级长官是不现实的 而地方官员体系又太过庞杂 道台就成为了一个最好的选择 上级长官颁布命令后 道台就负责将这个政策推行下去 敦促地方政府依照中央的指令来执行 大大提高了新政策的推行效率 此外 最初的时候 道台是为布政史与岸查史设立的 只是把其麾下的参政 参议 签试等独立出来 因此 并没有明确的品阶划定 直到乾隆18年 政府才将道台统一认定为 正四品官职 负责统辖各省不同道的事项 几乎盘踞在清朝官员体系的整个网络之中 而且 道员是省与府 县中间一级的地方长官 各省的名额没有固定的数量 而是根据事务的繁琐与重要程度来决定 因此 虽然道台的数量繁多 但却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如此看来 道台的职责其实比较明晰 为何还会出现说不清道不明的情况呢 其实道台有时候并不只是专管一道 而是会兼任数道 同时 由于道台是省与府县之间的官员 所以 每个省的道台设置也会不同 比如直立清河道的分寻道道台 同时 还兼任和物道和异传道 而湖南横永称贵道的分手道道台 又兼任着水利道和异传道 这样一来 省内道台的职责很容易出现交叉与重复 或许这个道台专管一道 另一个道台却身兼数值 不能同一而论 与此同时 由于各省道的数量 与道台的数量也不尽相同 选择安排也很有可能大相径庭 所以 根本无法用同一个模板来管理 如此看来 道台就如同大大小小的齿轮一般 散落在清朝的版图之上 齿轮的数量与形状皆有疏异 却各自在位置上以独特的方式组合转动着 而不同的道之间也有轻重缓急 比如梁道 严道 这些事关经济与民生的 必然是重中之重 掌管这些的道台的地位 自然也水涨船高 与之相应的 掌管着相对而言不算非常重要的 如茶马道 异传道等事物的道员 权力就会小一些 所以 谁也没办法说清 一个地方的道台 究竟掌管着多大的权力 负责着多少事物 拥有着多少职责 道台就在这样的复杂情况下 成为了一个模糊地带 自古以来 都有着一个潜规则 白色地带赚钱太难 黑色地带赚钱太危险 而灰色地带相对来说 不仅能够赚钱 还要安全得多 这条规则同样适用于官场 处在权力中心的官员们 一举一动都在中央政权的监督之下 谋财虽然不难 但风险太大 一旦太过火 就极有可能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而其他的七品芝麻官 权力又太小 虽然敛财的风险大大降低 但可谋得的油水 却要少上许多 因此 那些不上不下 加在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官员 反而站在了金银财宝的顶端 这其中自然也包括道台 俗话说天高皇帝远 道台如同分布在各省的零散的细弱火苗 太多也太杂 中央政权不会分出太多的精力关注 而在无人注视的荒原上 这点星星之火也足以起燎原之势 其次 道台的主要职责相当于是省与府 县之间联络的枢纽 而在这样上传下达的运作中 最容易悄无声息地偷粮换住 如果巡抚或者总督要下发粮食 工程资金等等 必然要根据事项分类先交由道台 然后再进行分配 如此一来 道台就能借助职务之便利 从中客扣些许也无人发现 对于知府而言 巡抚或总督虽然也是上级 但道台才是顶头上司 是直接管理监督自己的人物 所以 如果和道台有了下戏 稍有不慎 就有可能会被穿小鞋 而知府如果想要上报一些 对自己有利的事物 必然要先经过道台的手 如果不贿赂 很有可能 连巡抚的面也没见到 就胎死腹中了 所以 为了确保自己的利益 知府等下级官员 免不了要同道台打好关系 不管是金银珠宝 还是美酒美人 总归是要双手奉上 而且到了乾隆 嘉庆年间 道台还被赋予了 密折风奏的权利 一旦有什么紧急或突发情况 可以直接上报皇帝 不必再向上级汇报 这样一来 道台的地位服药直上 虽然并不能作为地方政府存在 但手中却掌握着不少实权 悬河一时 引来更多的人来讨好 笼络自从有了科举制 入室为官 就成了千千万万文人必生的追求 而通过科举入室 要经过层层选拔 即便十年寒窗苦读 也难以如愿 否则也不会出现 像犯尽重举这样的故事 因此 一些既想做官 又不愿付出艰苦的努力 或者根本不是读书料子的人 就打起了其他的主意 自古以来 为了弥补国库的空虚 填上财政的缺陋 政府会实行捐官制度 允许市民通过向国家捐纳财物 来获取官职 爵位等等 而清朝这一风气尤为强烈 甚至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 可以同科举相提并论 那些在学业上毫无建树的富家子弟 或是其他稍有资产的百姓 就通过这种方式来入市 但捐官也并非易事 买一个知府 就要四千多两银子 而知府的俸禄也仅仅六十两而已 到下辈子也赚不回捐出去的钱 因此 为了弥补自己的损失 这些官员就大肆敛财 拼命从百姓身上搜刮油水 其他一概不管 造成三年轻知府 十万雪花银的丑恶现象 在当时 市民能够捐到的最大的官 也就是倒台了 而倒台又是一个敛财的绝佳位置 自然受到众人的青睐 因此 倒台可以说是贪污受贿最为严重的职位 他不仅仅数量众多 远离中央 是关键枢纽 而且敛财方便 变成了鱼龙混杂 人人趋之若鹜的心之所向 宣官 亏空 贪污 敛财 压榨百姓 最终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在全国各地不断上演着 可叹猪门 酒肉臭 路有洞丝骨 清朝为何会覆灭 为何会在最后一步步 无可避免地走向衰微 从倒台这一个小小官职中 就足以窥见一二 明明是连接 省与府之间的枢纽 明明是为了方便 管理不同事务 而设立的职位 却逐渐变得复杂而模糊 因为倒台特殊的地位和其可以密折风奏的权力 不仅仅可以从上级捞油水 还能够从下级收贿录 再加上清朝捐官的风气大盛 加剧了倒台这个职位的鱼龙混杂 也就导致了更多的贪污受贿的出现 兴 百姓苦 亡 百姓苦 清朝的政治体系不断被腐蚀 不断走向溃烂 最终受到直接伤害的 还是那些手无腹肌之力的平民百姓 被搜刮殆尽的是他们 被抽骨剥皮的是他们 劳碌一生 什么也没得到的还是他们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